没想到黑手蛙还有后手 在看到分头哥逃跑后 说明黑衣骑手紧追上去 可惜这些龙套驾驶技术不过关 分头哥一路潇洒地玩起飘移 甚至从大桥上直接飞到公交车顶 甩开了身后的龙套 最后还直接骑车飞进大海 消失在追杀者的目光中 黑手蛙一看分头哥身手这么好 密码改变策略 他决定给分头哥来一张美人计 几天后 在分头哥的公寓走廊里 美女法儿姐和四个手下 骗了一处美女被欺负的好心 分头哥一看分头哥这么漂亮 立马跳出来影响众美 在被分头哥救回家以后 法儿姐就趁机跟分头哥玩起来暧昧 走的时候还带着分头哥一起去银行取钱 说是要用万恶的金钱爆打分头哥 结果来到银行后 法儿姐直接递进一张纸条 写着抢戏 让银行职员拿钱 然后还示意自己的小伙伴分头哥有枪 银行职员只好照做 于是法儿姐淡定地提着钱离开 分头哥刚想要走 就听见银行里锦银大作 无数警察冲出来想要抓走分头哥 这个时候分头哥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 竟然被人家陷害成银行劫匪